北京飞往重庆 来回3000公里 目的就是为了调整两副眼镜 今天这条视频的主人公 是来自北京的刘先生的 那么刘先生是去年11月底联系到我的 他跟我说 他有一副Limbo的水牛角 还有一副Limbo的闹系列 这两副眼镜 戴久了之后都会感觉眼睛有点疼 甚至有点酸痛感 然后前期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我简单的跟他沟通了一下 但由于不是面对面的交流 加上可以透过图片获得的信息 也非常有限 所以严格来讲 在前期并没有给刘先生提供太多实际的帮助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由于这个眼镜佩戴起来 是真的太不舒服了 那么刘先生就约我1月12号的时候 打算直接飞过来重庆 找我帮他把这两副眼镜调整一下 同时看看眼镜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 那么按照我们世纪的标准 一副眼镜戴得不舒服 我们要从三个基础层面去找原因 第一个就是光度跟试功能的检查 第二就是镜片加工后的参数检查 第三镜架调整 那么一顿检查下来 发现度数其实跟他原来新的眼镜 那个度数没有太大的差异 四功能各项指标也算相对正常 刘先生的右眼度数是 1025度带75度闪光 轴位165 左眼度数是975度带75度闪光 轴位10 两眼的同距分别都是32 好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在对镜片加工参数做自检的时候就发现 他两副眼镜分别是一只左眼一只右眼 闪光轴位相差大概20个左右 那么闪光的轴位误差这么大 对于刘先生高度数近视人群来说 还是会有直观影响的 其次就是镜件的调整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就是他因为这个镜腿 钩耳的弯度 钩耳朵这个地方的弯度太靠前了 所以当他把眼睛戴上的情况下 他想要耳朵这两个位置能够压下来 能够压下来 而不是带成这样打斜的状态 就会导致整个前框 也就是镜片 距离他的眼睛非常的近 非常的近 通常我们这个金眼镜标准是12个毫米 那他那副眼镜目称可能只有不到5个毫米 所以距离可以说是非常的近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你这副眼镜 镜片的度数会比实际艳配出来的 还要高出不少 其次就是比一拖的高度跟贴合度不够 让这副眼镜没有办法始终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戴在刘先生的脸上 那么终上所述 导致刘先生这两副眼镜 戴久了眼镜容易酸痛的问题的根源 我们也给找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我在跟各位讲 配眼镜它绝对不是单纯的商品买卖 纵使你镜价买的再好 镜片买的再贵 如果在几个基本点上没有做好的话 这副眼镜说实话 戴起来它也就不舒服 那么既然现在问题找到了 解决起来自然就比较简单了 一番调整跟上脸微调之后 刘先生在现场再同样戴上这两副眼镜的情况下 他的感受就完全的不一样 明显舒服了很多 但是对于镜片跑酌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通过更换镜片来解决问题了 最终刘先生在我们店里定制了一副 配极3D打一的镜价 以及购买了两副日本朝日复式的1.7式双飞镜片 那么关于这个配极镜价 我在前面这几个视频里面 也给各位分享过很多次了 它是通过采集我们每个人人脸的面部数据 形成一个3D建模 然后结合我们实际的配镜经验 还有配极后台的大数据算法 去为你做定制 定制出来的眼镜 基本上不用我们人为 去对这个镜价进行任何调整 你戴上之后 同样可以又轻又稳不下滑 说实话 如果人人都戴配极眼镜 那像我这种拥有一身镜价调整本理的老师傅 说实话恐怕都要失业了 好了 那么视频的最后 希望刘先生在收到你这一副 3D配极打印的眼镜的时候 也可以跟当天在现场一样 露出满意的笑容 好 视频的最后还是那句话 你的需求 我的追求 我是有温度 有态度的视线眼镜 主任人谦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